很多帝王继位之后就会开始干一件大事 那就是给自己修建陵墓 虽然中国人畏惧死亡 甚至对死亡闭口不谈 却又极其重视深厚事 在如此矛盾的心境之下 陵墓的修建也不能马虎 很多人畏惧的并非死亡本身 而是害怕死后什么都带不走 他们希望能将生前的东西都带入坟墓里 即使死了也能继续享受 所以陵墓需要提早修建 这样才能装下更多陪葬品 袁世凯自从有复辟地位的心思之后 也开始着手给自己修建陵墓 可是当众人知道 他给自己的墓地所取的名字之后 都表示反对 后来还是徐世昌邦改一字才解决这件事 那么他到底做了什么呢 这里是使约馆 订阅我 了解更多神秘的历史故事 皇帝这个职位 自古以来都非常的有魅力 掌握着众生万物的生杀大权 有着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度 很多人都想要当皇帝 这也教育了许多封建思想人士 以帝王之位为尊 因此 这也是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思想根源 不过历史的风向早已更改 封建制度已经不能再统治中国大帝了 所以袁世凯也在众人的骂声中跌落神坛 复辟成为了袁世凯的人生中的污点 但不可否认的是他确实为近现代社会做出了很多突出的贡献 首先袁世凯在清末时期推行的新政给腐朽的清朝廷注入了一次新鲜的血液 议和团事件之后 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 慈禧太后带着光绪帝逃往西安抵纳 袁世凯坐镇在山东地区并且将该地治理的稳定繁荣 一时间获得了朝廷的认可 慈禧回到北京后 提拔袁世凯为直立总督兼北洋大臣 至此他也成为了中外瞩目的大清重臣 袁世凯是新政的拥护者 在担任北洋大臣期间 他也积极筹备北洋军阀 而且袁世凯在北洋军中掌握大权 旗下有大军一万多人 当时的北洋六镇之中有五镇的兵力都掌握在他的手中 在其他方面袁世凯还积极创办学堂 发展矿业以及整顿地方政权 中国的第一支警察队就是他在天津创办的 另一个第一就是提拔詹天佑修建我国首条铁路 这样的新政制度给奄奄一息的清王朝带来的一丝生机 但要完全拯救腐败的清朝是不可能的 慈禧死后 纯亲王载封掌权 他是守旧派的代表者 很看不惯袁世凯的新政 所以宰封成为摄政王以后 立即削了袁世凯的所有官职 他也只能回到河南老家 隐居在了环上村中国起了咸云野鹤的生活 不过他内心依旧关心着国家大事 希望找到机会重整旗鼓 终于武昌起义让袁世凯等到了机会 他又重新回归了朝廷 宰封交出了大权给袁世凯 他立即解散了皇室的内阁制度 重新组建了新的内阁 袁世凯担任内阁总理 辛亥革命之后 袁世凯逼迫溥仪封位 然后以袁世凯为首的军阀们 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袁世凯就任大总统一职 并且在北京故宫的太和殿内就职 1915年 袁世凯在国会以及各省代表的支持下 决定恢复君主制 袁世凯的这一做法直接激起了民怨 当时各地的爱国人士纷纷走上街头 摇起呐喊 企图阻止这场闹剧 之前袁世凯做主 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21条 已经让民心涣散 如今又搞地质的复辟 更是凉了民众的心 也难怪大家都那么义愤填膺 想要破坏他的行动 不过袁世凯是铁了心的要当皇帝 任何人都阻止不了 12月23日 袁世凯身穿龙袍走上天坛 正是接受皇帝这个尊号 并决定在次年元旦举行登基大典 此时国内各种反对的声音此起彼伏 孙中山和梁启超等人 更是对袁世凯的行径口诛笔伐 段祺瑞也致电袁世凯让他立即退位 而且由于帝制的复辟 国内也掀起了一股反抗力量 蔡厄等人首先在云南发动了起义 势必要守护中华民国 紧接着广西和贵州等地也开始响应 整个国内到处一片混乱 这样的局面是袁世凯无法预料的 于是他不得已宣布退位 仅维持了两个多月的复辟帝制 在众人的声讨中结束了 袁世凯经历如此重大的打击 皇帝梦没有做成 反而落得个人人喊打的下场 他一下子忧郁成疾 于两个月后病逝了 早在当年被载风停止的时候 袁世凯在老家悠闲度日的那段时间 就考虑好了自己的身后事 袁世凯去世后 根据遗嘱家人将他葬在了安阳 据说他在那里给自己修建了一座豪华的陵墓 不过安阳并不是袁世凯的老家 他为何会选择葬在那里 其生前没有明说 史学家们猜测 估计跟袁世凯的祖先袁绍有关 也为袁绍当年就是在此处发家致富起来的 所以袁世凯认为安阳是个风水宝地 也情有可原 他给自己选的目的是在太行山之中 这里深邃且高框 还有诸多珍稀动物 的确是个风水宝地 不过袁世凯去世后 他的儿子袁克定 却并没有选择他看中的太行山 而是将他葬在了张德府环上村旁 袁世凯木耗费了两年时间修建 共占地138亩左右 如此规模宏大的陵墓 袁世凯花掉了70万两白银来构建 在当时算是巨款了 他请的还是德国的园林建筑师帮设计 整个陵墓中西合璧 仿照明清时期的皇陵修建而成 除了风格跟前朝皇室陵墓相似以外 袁世凯连名称也要一致 刚开始他称自己的坟墓为园林 但这个名称又引发了不小的震动 很多人觉得只有皇帝的墓才能称为灵 普通百姓怎么能用这个字呢 当时袁世凯的儿子们觉得 他已经举办过登基大典了 自然也就是皇帝 那么坟墓叫做灵也没什么不对 话虽如此 但袁世凯这个皇帝是违背历史潮流的 并不被后世所承认 为了避免争议 徐世昌思前想后建议用林代替灵 这样就没人敢有意义了 在古代文字含义当中 林和灵的意思是一样的 不过这样一改就完美很多 最后袁世凯的家人也欣然接受这个提议 将袁灵改成为袁林 中国文字博大精深 一字之差就天壤之别 这也是说文解字魅力的再次呈现 1588年 大明朝曾经的藩属国日本 在大明封城秀吉的率领下逐步在日本四岛建立起隶属于中央的行政机构 日本出现了自1467年以来少有的统一趋势 自我感觉良好的封城秀吉野心也斩露无遗 狂妄无知的他认为自己的能力不光能率领日本走向统一 也能带领日本吞并朝鲜 击败宗主国明朝 成为新的亚洲霸主 在封城秀吉的计划里 首先派兵占领朝鲜 借助朝鲜与大明接壤的地理优势 陆军以平壤为中心 北上入侵大明东北地区 海军则以汉城为基地 西进至明朝宁波 随后占领南京 之后北上与陆军夹击占领明朝首都北京 在他的预想里 自己仅需要用十年的时间 便能够吞并大明朝 然后让东南亚的履纵 大约 先罗乃至印度半岛的莫沃尔帝国 臣服于日本 在东亚建立起庞大的日本帝国 第一步 封城秀吉便以日本军队借道为由 召会朝鲜国王礼言 日本采用传统异能 逼迫朝鲜军民予以配合 并要求朝鲜国军 献出一部分土地 用意安置军马 命令朝鲜百姓出资来支持日本帝国的侵略计划 日本对朝鲜入侵的野心昭然若揭 不仅如此 为了彰显日本的强大 封城秀吉 还前世前往大明朝的各个藩属国 逼迫他们从此以后断绝与明朝的来往 并要求他们向日本帝国称臣 同时规定每年的朝供日期 对于日本这种大丸小国 自然没有多少国家把他的要求放在心上 留求国王在日本使臣到访的同时 派遣使者出示北京 向万里皇帝说明了日本的野心 其他如仙罗 战成等国也上书大明 无形之中一条抵御倭寇的战线 在东亚缓缓拉开 作为战争桥头堡的朝鲜 由于国土限制 加上君主昏庸 倭寇亲掌 近百年的时间里 朝鲜国力始终没有得到显著的发展 军队战斗力低下 面对身经百战的倭寇 朝鲜军队始终处于被动局面 仅仅一个月的时间战线 就从海上收缩回了内陆 当日军登陆朝鲜后 又是一个月的时间 朝鲜连十八周 国土80%沦丧 仅剩下与大明接壤的一周还未投降 朝鲜国王李延不得不再次向大明求援 就这样 中国军队在四百年前的万里年间跨过鸭绿江 与倭寇在朝鲜展开激战 明军仅用了两个月 便将战线重新推回到平壤附近 名副总兵组成逊 在平壤战役中 由于情报干扰 造成战略判断失误 遭到日军伏击 战线又被重新推回到鸭绿江边 日军见明军如此不堪 便采取主动出击 倭寇的身影 第一次出现在中国东北方 在女真人的领地上 日军长官加藤清正大破女真酋长布战泰 杀死中国军队上千人 这是布战泰第一次遇到如此强悍的敌人 现在的他不会知道 在数年后 一个更为强大的敌人将会等着的 他的名字叫做努尔哈赤 日军长驱直入 直到深入女真部族腹地 遭遇海西女真的军队后 才遭到女真大军的包围 随即撤出明朝领土 双方的战线重新回到朝鲜半岛上 这次不算成功的军事深入 让日本更加深入了解到明朝的地缘辽阔和资源丰富 此后更是对中华大帝垂涎三尺 与此同时 明廷紧急召会上在宁夏平叛的总兵李卢松 如今大明上下战斗经验最丰富的 便是李卢松麾下的四万余人了 从西北到朝鲜李卢松即行三十天 并于五日内从日军手中光复平壤城 将战线推回三八线附近 从俘虏的倭寇口中李卢松得知 日军南方的据点汉城留有十万驻军 要想真正将日军赶出朝鲜半岛 汉城必将成为双方角逐的焦点 为了改变被动挨打的局面 日军也改变打法 加藤清正部率两万日军进入闲境道 准备继续偷袭女真部落获取资源 而汉城的守军也大多为北方残兵 满打满算不到六万 就在胜利的天平向中朝联军倾斜时 朝鲜统治集团的一击反向助攻 又给胜利蒙上一层迷雾 在李卢松的设想中 中朝联军只要对汉城形成合围 六万日军主力必将因困恶丧失士气和战斗力 只要采取维点打员的计策 必将以最少的代价换取日军投降 可朝鲜国王却对收复汉城有着异常的激进态度 在不断催促中朝联军进攻汉城的同时 李延又令朝鲜宰相柳成龙渡江进攻汉城 并散布汉城窝贼不过万鱼的假消息 严重扰乱了中朝联军的战略计划 1593年2月中朝联军与日军在碧体馆相遇 在进行试探性的交战后日军向汉城方向退守 明军也止步不追 玄机中日两军都将角逐的重点 放在碧体馆这个汉城郊外不起眼的地区 此时无论是武器还是士兵素质都占上风的明军 很快击溃前来集结的日军 指挥官实时连久战死 明军对汉城攻略的第一步就此胜利 此时朝鲜方面又一次送来一击反向助攻 朝鲜方面的探报送来汉城空虚的消息 导致中朝联军再次冒进 以3000人的兵力与汉城内前来支援的日军15000人相遇 李如松很快意识到日军已经做好决战的准备 如果明军贸然迎战 很有可能陷入被动全歼的局面 于是在碧体馆地区附近 利用旺克县由高到低的地形优势与日军对峙 高燕博 李如白等人率领迁与起兵前往支援 可碧体馆地处地湖 道路泥泞 几乎没有利于骑兵作战的地形条件 对明军来说此战凶多吉少 但如果在此能够抵御住日军主力 必将对汉城形成有效压制 对整个半岛战事产生有利影响 战斗首先从旺克县展开 明军居高临下 骑兵冲锋 很快冲散了日军 但在汉城前也有一座山脉被日军占领 双方的骑兵就在无数次的冲沙中血流成河 明军很快便在数量上开始吃亏 李如松主力损失殆尽 在冷兵器时代 武器和人数往往是决定战争走向的重要因素 面对数倍余己的日军 明军很快陷入包围 开始退往旺克县和碧体馆之间的低谷地带 四面楚歌 李如松 李如柏 李宁 扎大寿等将亲自上阵搏杀 旺克县下明军尸体堆积如山 日军也有好几位大将成了明军的刀下轨 明军以三千人的兵力 与日军一万五千人熬战十个小时 战线始终没有退回碧体馆半步 直到傍晚 明副总兵杨元才率领明军主力奔赴战场 在稳定避体馆局势后 开始占领旺克县俯身冲杀日军 在明军主力中 火炮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炮兵与骑兵的配合下 明军爆发了强悍的战斗力 李如松军缓缓撤出战场 搏杀半日的日军也渐渐招架不住 他们绕开杨元的援军 小枣穿龙井担心明军射服 便没有继续追击 他此生未能再踏入碧体馆半步 这场明军与日军的遭遇战 以明军主动出击 主动撤退告终 以最终的结果来看明军在人数 地形皆处于劣势的情况下 给予日军痛击 虽然没能完成预定的目标 但让日军损失了大量人马 使其不得不暂时放弃北上的计划 但对于整个战局来说 中日双方的战线依旧在汉城附近 双方都没有在此战获得任何优势 直到入春 中日双方都因后勤不给困难而撤军 汉城光复 朝鲜半岛才暂时重归和平 成功工作室 内野兰方